好 宣优现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 川普正式获得了共和党提名之后 开始了他的造势活动 更多的内容我们交给佑佳 没有错 对比这个民主党 现在还要不要换败 这样的疑虑还在延烧 另一头共和党已经态势底定了 定川普于一尊 川普已经正式获得了共和党 正式提名要来角逐参选总统 那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现在川普身世扶摇直上 几乎是一路准备要平步青云的 很有可能真的入主白宫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川普他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可能都要好好的仔细听 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未来 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走向了 包含了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未来到底会怎么走 没想到现在看起来情势不妙 这个美中贸易战又要开打吗 因为川普在密西根造势时 是这个特别提到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虽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友好 但是呢之后也暗藏伏笔 针对大陆的电动汽车 川普要有所作为 不过呢川普首先还是先释出了善意 说自己受了枪伤 习近平写了一封慰问信给他 关心了他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了 很多時的市民會說 他跟金正恩在北京 他有很多軍艦兵 我跟他跟他跟他 你會不會在我身上危險 這是一個好事 不是一個好事 的錯 現在很多分析都認為 一場槍擊事件 反而幫川普打通了 通往白宮的路 並且川普也很會 利用現在形勢 對他大好的這種輿論 在距離這個遇刺事件 只有短短一周 他就馬不停蹄的 和副總統候選人搭檔范斯 一起前往了關鍵搖擺州 密西根來進行 兩個人的第一場 同台競選造勢 我們也發現了 美國每次選舉 好像他們都會 先鎖定好幾個搖擺州 因為那裡是 打得最火熱的地方 那這次的搖擺州 密西根州 第一次2016選舉 川普是小贏拜登的 不過到了第二次 川普就變成輸了 所以這次就鎖定了 密西根州 川普就是從哪裡跌倒 哪裡站起來 好那這一次我們也看到 現場聲勢真的是驚人喔 一萬兩千人的體育館 被擠得水洩不通 那還有不少的鐵粉 是直接穿上了這個槍擊事件之後 推出的穿範配上衣 那上頭還寫著Fight 甚至川普呢 原本他受傷之後的右耳朵 是以這個紗布包起來的 但是現在已經換成了一個 比較小的肉色的貼布 川普就是要展現出 強人的形象 槍擊事件後一個禮拜 他已經能夠全面的站起來 還立刻的投入造勢選舉當中 那另外呢 曾經在美國前總統川普 執政時擔任白宮醫生 這個叫做傑克森 他也提出了一份最新的報告 他說其實當時 劃過川普右耳的那顆子彈 距離不到0.6公分 就會射進川普的頭部 那幸好呢 伏大命大只有造成右耳 現在是一道兩公分寬的傷口 並不需要縫合 而且目前復原的情況 看起來非常的不錯 那川普在演說中呢 也不忘以這個槍擊事件 幫自己提振聲勢 川普說重演了自己 怎麼樣轉頭躲過子彈 好像在重回當時那場驚心動魄的過程 那川普甚至說 語出驚人說 我現在原本不應該站在這裡的 能夠站在你們面前 靠的全是上帝的恩典 而他的副手范斯也表示說 真的很難相信 短短一個星期之前 還有人要川普置他於死呢 然而現在呢 密西根人的眼前 是出現了未來很有可能入主白宮的主人 那他也熱烈歡迎川普重返競選活動 而另外在剛剛結束的共和黨全代會上呢 我們過去看到川普 他的家族成員也都會成為話題 包含了漂亮的老婆 還有漂亮的女兒等等 不過今年是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因為他的妻子梅蘭妮雅女兒伊凡卡 是反而隱身了 連續三天都沒有現身 只有在最後一天出席 但是兩個人都非常的低調 新崛起的面孔是誰 一個是川普的孫女 還有這個川普的二媳婦 叫做賴拉 兩個人都是第一次在共和黨大會上 發表了演講 那川普的孫女呢 是還對外描述說 他的爺爺其實非常的和善溫和 大家不要被媒體上的形象給欺騙了 真正的川普是一個非常親切 有愛的老爺爺 也是一位真正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物 好那此話一出 現在呢 看到川普的孫女 現在人氣扶搖直上 IG的追蹤數從14萬人 現在已經暴增到了26萬人 那川普的媳婦賴拉 也同樣描述川普作為兩個孩子的爺爺角色 好現在目前呢 看起來川普的家族是現身 大打溫情牌 而這次反觀川普的妻子梅蘭妮雅 她是打破了維持數十年傳統 沒有在大會上發言 成為了罕見的總統候選人夫人 但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 大家也覺得不意外 畢竟過去呢 之前她在白宮的四年期間 各式各樣的事情都被媒體放大檢視 包含過去擔任模特兒啊等等的啊 那些比較清涼的照片 甚至都被媒體挖了出來 那這次傳出梅蘭妮雅為了保護 即將念大學的兒子 所以就選擇隱身下去 當一個不發聲的第一夫人 好那槍擊事件之後 川普現在聲勢氣勢如紅 他也金句連發 首先他說 我並不是對民主的威脅 甚至自己是為民主擋了一槍 此話一出引起台下熱烈的歡呼 不過歷經了槍擊事件之後 現場的危安也大升級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體育館是擠得水泄不通 那現場呢 特勤局還有警方都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呢 包含了附近 連附近建築物的屋頂上 因為上次出現了槍手 這一回呢 也都有了警察 還有特勤維安人員的加強進駐 那參加演說的民眾 也看到畫面像這樣 必須入場之前 都要一一先通過安檢 那剛才提到川普在造勢大會上 也揭示了可能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 包含了開的第一槍 可能就是鎖定中國大陸的電動汽車 因為川普誓言 他要把汽車的生產線 通通拉回美國這個錢 不能肥水不落外人田 必須要由美國來自己賺 那他說呢 自己上任之後 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取消拜登的電動車政策 和我醞結束 原爆薪車徹活動 放了έ一 第三件事 努力貸手 有千萬萬萬元的車子 現在我們正在說話 大型工廠已經開始了 在美國的外面建立在美國的外面 所以在我們外面的外面的外面 他們在中國製造車子 為了賣車子 為了賣他們到我們的國家 沒有財務 沒有任何事情 川普他就進一步批評中國大陸的車廠 說你們的車全部要來銷往美國賣 結果你們為了避稅 選在墨西哥建廠 川普說他看不下去了 覺得中國車企應該全部 都要到美國來建廠 生產線必須要重回美國 還放話揚言 如果這些車廠不接受 那美國可能會對 每一輛汽車徵收百分之百 甚至到百分之兩百的離譜關稅 讓這些汽車無法在美國銷售 不過世界上的另一頭 也有天災正在發生 中國大陸陝西19號 爆發了暴雨洪災 甚至洪水衝斷了一座高速公路路橋 17輛轎車還有8輛貨車 瞬間掉入河裡 至少12個人罹難 以及31個人失聯 相關力量正在全力開展搜救救援工作 去介紹當地連夜成立 現場救援等8個應急工作組 共投入消防 武警等專業力量700餘名 以及鄭村幹部群眾1500餘人 分布在垮塌點至下游60公里的 猛柱山水庫沿線 分工作段通過無人機 皮滑艇 人工等途徑開展搜救 好 空拍畫面顯示了 陸橋單側是整個垮塌 長度約有40公尺 那掉下去的44個人裡頭 只有一個人非常幸運地被村民救起來 那另外有18輛翹車還有31個人 是下落不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 只是盡全力搜救 垮塌點的河流流量 目前已經降到了每秒130立方公尺 水位下降超過3公尺 那由於天氣呢 目前已經正在轉好 也有利於搜救工作的展開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特報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le Your Care 我可以幫助你 我可以幫助你 請示範圈